好,那么现在的话咱们这个就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现在是不是就差它连不上了呀 这个连不上是因为你现在少了一个跨域 这个跨域这个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填两行这个东西就行了 这就解决跨域了 其实这个什么cross的这个单词 是不是有点类似咱们那个注解那单词呀 就是一样的啊,其实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个要跨域 你现在是不是想拿head 就是我们来这看啊 你是不是想拿head去访问他 得让他是不是允许跨域访问呀 打开,这是不是找configure呀 是不是这里边配的文件就他呀 打开,打开之后就在最下面啊 这里边全是注视,填着这 但是你这里边你注意这个藤杠 它还是不能用的啊 你别看它好像能用 其实其实不能用 所以这个,那行了 好,这个藤杠,行了 那这个就可以了 那改好之后 你注意现在你得对它进行一个怎么着 重启是吧 现在我们就可以重启的话 你可以counterc是吧 玩完之后再往上 elect search是吧 再跑一下 跑一下之后 这个9300现在已经起来了 然后等着它 9200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之后在这边再连一下 是不是行了 这就行了啊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解决这个跨域问题啊 这个非常的简单啊 这个东西 好了,这个机房先停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